中文字幕志愿者 敬敬的推友们 网友们 大家好 这是文贵在5月4号 对所有推友网友的报平安的视频 虽然今天我刚刚的和秦伟平先生 一起录制了一期两个小时的评论节目 但是我还应该兑现诺言 向大家报平安 那么今天是五四青年节 我和秦伟平先生上了一个评论节目 两个小时 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开心 虽然是没睡好觉 但是精神状态非常好 而且刚刚录制完节目以后 我还到了外面 吃了一顿海鲜大餐 非常的舒服 还喝了酒 但是没喝多 希望大家不要担心 很多网友提醒我 千万不要喝了酒再上节目 我觉得我没喝多 但愿没喝多 如果喝多了也希望对我们网友们多多包含醉言醉语吧 风言风语 但是我觉得旅行承诺是最重要的 今天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 我今天上了评论的秦伟平先生的节目 最重要的我的目的就是 我觉得要给年轻人的机会 真正的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都是年轻人 我打交道的绝大多数都是老人 还有儿童青年 中间这种年代的30岁左右比较少 但是确确实实 让我感觉到我在这方面需要补课 而且恰恰让我看到了 这一代人真正的是中国的希望 那么今天我真心的想给这个年龄的还有青年人想说 真的这个世界是你们的 你们遇到了最好的时代 中国人用这个500年的贫穷和落后和战争 来换来了今天中国一个伟大的时代 我记得大概在1980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到美国我去哈佛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小范围的座谈 每个人都在谈论了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人的贫穷如何如何 后来我站起来我说我要发言 当时因为跟我一起来的人 还有中国当地的就今天的土地部 土地资源部了就是 还有一些领导 还有其他方面的领导 广东深圳来的领导 轮不着我 这个当时呢说这话说 我举手发言 人家觉得我人家病 后来让我允许我发言了 我很感谢这位哈佛的这个朋友 这个发言呢 我就提出来 我说恰恰我认为中国的几百年的贫穷 当时大概三十百年吧说的 我说给世界带来了机会 因为全世界的市场 租近的开发和成熟和饱和 而中国几百年的贫穷 积累了巨大的资源和财富 还有人民创造财富的这种动力 那么从今天看啊 我们中国几百年的贫穷给世界带来了最大的 经济市场和开发市场 和这个非常有巨大的空间的 这么一个让世界金融界和这个商界可讲故事的 这么一 唯一可以讲故事的这么一个市场的这个价值 所以说我觉得新的这一代年轻人民一定要珍惜 这是你们的时代 这是用我们的祖宗上最最最的几百年痛苦和贫穷落后 换来的这个今天的这个繁荣和今天的市场的价值 而且全世界都买账 全世界都需要 这是真的是最好的时间 做生意 做事 做人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timing 就是时机 那么今天是你们的最好的timing 也是最好的时机 那么今天你看到秦伟平先生 一个这样的小伙子 也在中国做过私人企业 今天他跑到了美国 而且我就在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我今天中午吃饭 跟几个人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他待在中国他会有希望吗 他没有希望 他会有ACM这样的团队 都是年轻人的团队 给带来一个这样的机会吗 几乎不可能 都被我们的党、国家、贪官、污吏、盗国贼们给控制了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呢 同样的你看看何平先生 这个明镜有多么的伟大、多么的成功 像何平先生、陈小平先生 像他们这个电视台和节目 在中国能有机会吗 早被抓起来、进大狱了 也被上电视游街了 也会被强奸女员工了 也是变成诈骗犯了 甚至是三反罪、反革命罪了 这就是从你这个秦伟平先生、何平先生、陈小平先生等等 这看到了一个中国所今天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到底你是要接受真正的世界文明的到来 你真正的要利用世界上的这种大局势让你更强大 让民族、这个民族跟世界相融合 还是你真的要关起门来 只当这个土皇帝 或者说真正的捂住全民的嘴巴 还有让全民都服从于你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今天我还是想说 我觉得习主席现在面临了最大的问题 他的团队真的是有问题 他朋友圈也有问题 每个人都在不告诉他真相 也不告诉他今天世界发生了什么 而他是一个人 他不是神 他得到了信息的真实性 绝对影响了他的决策 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上 已经信息实在到这样了 我们一个iPhone买一个无线的麦 现在我们就是根本没有什么钱 就是几千美金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节目 像秦伟平先生小伙子什么都没有 找一个ACM一个团队就可以做出这么好的节目 而且有这么多人观看 而且刚刚有北京的人跟我说 他们的确定的已经大概在7000万往国内的转发 7000万呢 他们估计到今天大陆在早晨的时候 一定会突破1.7亿和1.5亿 因为我有渠道我知道 所以说最起码这个节目会到几个亿人来看 那么你把这几个亿人的嘴巴给捂住 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反作用力呢 这个我们党老爱在讲话的时候说句话说 这个任何事情都要看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它是相对等的 你这种无嘴啊 你这种这种打压呀 压迫呀 这种这个言语治罪呀 它只能是反作用力 大议你正作用力 这是不对的 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我想说啊 习主席有什么事怕你们说的呀 什么都没有 只是一些贪官污吏 盗国贼们担心自己的丑闻和事情被暴露 然后老给习主席提建议啊 以习主席的所谓的家人和各方面的丑闻来说这事情 这是很可怕的 这是别有用心的 习主席的干净 习主席的整个对政治和理想和对国家的报复 那哪是一个一般的人能理解的呀 习主席身边需要吴子虚 需要张仪 需要商鞅这样的人物 那么这样的人物我相信很快会到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文贵发声 希望习主席身边各种都要看到 真的中国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这个不可能中国再以这个游街啊 这个网络控制啊 以言治罪 还有国进民退 还有到国际上挑战美帝国主义 那都是不可能不可采取的 而且是灾难的结果 中国应该是还是韬光养晦 扎扎实实的给年轻人机会 然后的与世界文明相结合 我在美国看到了所谓的中国禁止的视频 禁止的这个媒体上各种信息 就是打开了又能如何呢 有什么可了不起呢 我党我国家难道没这个自信吗 我从没见过一个美国人和欧洲人 想让中国乱 他们就怕中国乱了 他们现在特别爱戴习主席 原因就是习主席应该把权力 集中于中央 让中国不乱 这不是说我在这拍马屁 这是真实的 这是为什么我说不要推翻共产党 也不要推翻了政府 推翻了共产党和政府 让我们任人去管去 我们现在觉得自己可本事 我们连个县我也管不了 连个政府我也管不了 哪那么简单呢 网络上今天我们上视频 我们上个节目 那网民骂我们 我们都忍不住 哪能管得了一个国家呀 我们跟人家比 真的我觉得我自己 我不代表任何人 我连狗屁都不是 你要让我去管这国家去 我连个乡我都管不了 我真的没这个自信 你管企业你一千万人 一亿人我都管得了 哪那么容易呀 民主和自由 那哪那么容易呀 西方的民主自由 是用多少代价换来的呀 这是为什么我说十九大很重要 为什么十九大重要 中国这个政治体制 实际上它有优势 它有绝对的劣势 所有的优势和劣势 明显摆在这儿呢 我跟西方的所有的这些政界 和领导人谈的时候 他们都在问我一个问题 中国的政治劣势是什么呢 我说很简单 西方每四年选一任总统 甚至换党派 甚至美国人两个党派 这是你们民主体制 但是老百姓的所有的民怨 和社会矛盾 都在你四年选举中 在这个竞选当中 所有的矛盾都被消化掉了 然后在四年或者八年 又给了人民新的一个希望 就是它有一个减震器 它有一个政治和社会矛盾的 一个泄气孔、排气孔 而中国政府呢 这个几十年来 上百年来就一个党 这个所有的百年来 积累的民怨、社会矛盾 都要被一个政府、一个党 给这个承担着 还有所有的 不管你换哪个总书记、哪个主席 就是他要承担到所有的这些 几十年、上百年来的民怨和社会矛盾 这是中国政治最大的劣势 当然了它有优势 集中精力、集中资源、集中权力能办大事 但是付出的代价 那就是社会矛盾越积越深、越积越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 最重要的下一步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排气孔、有一个减震器 让民怨和社会矛盾彻底的能得到缓解和解决 彻底的公平的解决 否则都将变成了党的矛盾或总书记的问题 那么习主席完全没有任何的理由 也不公平让他一个人承担这几十年、上百年所有的问题 每个人现在我看到在网上骂习主席的时候 你们要想一想 习主义的反腐当中有一点个人的私信吗? 他有什么私信呢? 所谓他的江泽邦 有几个当年跟他走得很近的 他这个人是不沾锅的 他从小受到的那种待遇、受到的那种折磨 家庭的那种悲惨的遭遇 都让他发自内心的想希望中国安全 希望中国有一个真正的法治 稳定下的法治 他不可能去走走的 他也不可能是毛钱的 他想赚钱凭他的能力 他不用当总书记 他也可以赚很多钱 而且关于他家的报道 昨天纽石还有其他媒体的来跟我见面 谈到了很多习主席家庭的各种问题 我都在跟他们解释 我说这所有习主席在当总书记前 人家家庭就是做生意的 那个时候是很正常的 而且人家是跟他没有直接关系的 而且这是不公平的 而我说你们把这些事情 推到习主席身上是绝对不公平的 而且所有跟你们的爆料 包括你调查的信息 跟习主席没有全任何关系 他在2013年之前 他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让他家去腐败 也没有人买他这个账 所以我跟他家的人很多人都有这种那样的关系 就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有间接的关系 包括他所个人的生活中的朋友 也都是我很好的朋友 我是了解这个人的 他对前半点感觉都没有 像他的太太彭麗媛女士 我们盘古也好 郁达也好 我们没有请不到的明星 没有人不到我们那块去所谓的 就是这个去表演的 去这个走穴的 只有彭麗媛女士 一二十二十几年来 从来不接受走穴 从来没有过 人家不是对钱 人家不是对利益那么在乎的国家 我的家庭 不是我公共拍摊马屁 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利益关系 所以我觉得让习主席 来承担几十年上百年的社会的矛盾 和历史的这个矛盾 这是不公平的 而且他的家庭绝对不是贪婪的 据我所知道的 而且有很多事情往他身上做 是不公平的 我文贵就是讲实话 另外很多人希望我呢 站起来是反党 这个推翻共产党 推翻政府 文贵可真没这个能力 我也承担不起 我那么做 我就会把很多像当年 本来六四是个好事 最后变成了血腥的世界 让那么多家庭啊 妻离子善 还有儿女丢丝被残杀 多么悲惨 好事变成了很多家庭的悲剧 我们希望好事 不要以流血和很多家庭的悲剧而付出代价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 我们让国家去改变的好 那不行吗 顾文贵跟人家习主席比 我连个屁都不是 我跟人家怎么比啊 人家习主席现在已经经历了那么多年 家庭的这种血的代价 然后人家的家庭走向了今天 这么干净的家庭 然后呢 现在他有这样的成熟 然后已经到了这个政治的程度 被国际上绝大多数人认可 而且也要理解 习主席也不是神 前五年他必须得建团队 利益分配 政治平衡 自己也是个成长 至今也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 我特别欣赏他曾经 在2012年和2013年说过两次 治大国如蓬小仙 这是道家的最高境界 然后我们道家和佛家之间 最重要的两个境界 一个是万里无云万里天 千里有云千里月 这样的境界是不同的 整个国家的治理就是如蓬小仙 他是很懂得的 但是他也不是生下来就当总书记的料 也不是这样的人 他也没这个团队 他家也没想过当总书记 这个五年我认为他也会犯错 他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而且他尽全力的 让自己的家人 让自己跟国家的利益 越来越相向而行 而且我也了解他 所有的家庭和身边的人 都是被严厉的 近乎绝情的残酷的管理 他没有必要到这个份上 这个年龄 还在去对国家和对个人利益 去有任何的诉求 那是不可能的 他要钱干什么呀 就一个女儿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们不如大家把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习主席身上 我只代表我自己 希望大家不要误会 刚才我也看到了郭宝胜先生 一直支持我的 有点失望 宝胜先生不要失望 大家应该现实和面对 我真的希望 以很快的时间 能让所有的海外这些不能回家的人 能真的自由的回到自己的祖国 自由的进出 我真的希望 所有的惧怕和恐惧的企业家们 在这个十九大的时候 能真正的 把历史进行一段分割 包括这些受体制陷害 和被反被腐败 和这个被体制陷害的这些人 我觉得能得到 新的一个生命 这样的话 我觉得全国会到了一个新的盛世 就是说我们与历史 与社会的矛盾 也有一个分割 也有一个划分 让海外的所有六四人员 法轮功人员 民运人士 或者积极人士 都能自由的回到自己的祖国 自由的进出 然后呢 这个习主席自信的 把这个今天不可控制的 这信息时代的网络彻底打开 所有今天海外的 就是说这些信息打开 能怎么样呢 又能干什么呢 同时习主席会很自信的 让全世界知道了解习主席的伟大抱负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这个梦 是可以实现的梦 是现实中的梦 这是我文贵 我认为我要推 集权力去推广的 大家知道我文贵没有权力的需要 也没有明的需要 更没有力的需要 我没有任何的目的啊 我所要求的 对我的死去的八弟和我的员工和家人 这个所有的事情给个说法 不管习主席他当不当总书记 他都会有人给我个说法的 我也有这个能力让他们给我说法的 而且我也不指望在中国挣钱 我有什么这个希望呢 但是我觉得依法治国是现在能做 我就喜欢做的事 是能实现的 是比较现实的啊 我希望更多的这个中国老板 不要变成通奸商 我任何一个中国老板呢 都不需要强奸 在中国这社会 世界这社会 没有老板需要强奸的 这个是对私人企业老板的一个 起码的了解和尊重 另外 让中国企业老板们 这个因为赚钱 因为经营企业 这个陪官员 陪税务员 陪这个员工 陪合作伙伴 拉合同 然后照着身体都不好 家庭不和睦 然后都是病殃殃的 也让他们多一点安全感 所以说 我觉得把私营企业在中国社会上 一个合理的地位 让他们有更多的这个安全感 有更多的希望在中国发展 而不是把钱 钱到境外 孩子送到境外 让他们真真心心的 百分之百的 通过十九大 看到了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 他们的希望和他们的未来 和孩子的希望和孩子的未来 这是我真的 我觉得是比较现实的 如果说我们现在举了题 说推翻共产党 打倒习主席 然后推翻中国政府 谁去管呢 没有这些私营企业家 还有所有的中国精英 这些孩子们 更快的把钱到海外 人到海外 那是我们这一代人 绝对无法承受的代价 我觉得马建副部长 跟我说过两句话 我特别的感激 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尊敬他 他曾经说过 像我们在中国干安全这种人 特别像我马建这种人 来所谓的反间谍局被他管 全世界的情报机构 都在盯着他 最恨的就是他 最想杀的就是他 他说我们这号人 想反党 想叛党 想叛国都没机会 哎呀我觉得这个有道理啊 有道理啊 像这样的人 他怎么可能反党叛国呢 他没机会的 那么他的女儿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那美国各个情报机构都盯着他 那我是很清楚的 第二句话他告诉我 他说文贵 你去想想 作为一个中国人啊 你说你不爱国 他说你爱不爱党 不爱国 你不爱民族你爱谁去啊 你连国你和民族都不爱了 人家会尊重你吗 是不可能的 他说共产党的毛病太多了 他一再是说 他每天都是垂形顿竹 有时候也骂娘 但他说共产党没了谁来管 能管得了吗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共产党改变 让政府改变而不是推翻 所以说有些人呢 给我过高的期望 既不现实 文贵也承担不起 我不能骗你们 我也没有理由骗你们 我绝对的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们对我这种期望 我真的承担不起 我也不会那么去做 同时我对今天年轻人说的 为什么我说你们要接低气 扎实的干 不要受某种各种奇怪的不现实的思想所左右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老百姓 每天都会朗朗上口的基本的哲学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基因得五读书 你生在中国黄皮肤 你生在你爸爸妈妈的家庭 姓什么叫什么 这是不发改变的 生在哪年哪不改变 什么叫运呢 那就是你这个人品和你的人格魅力和你的长相 就是你的运气 你的行为绝对你的运气 什么叫风水呀 你生在叙利亚 今天你生在叙利亚伊拉克风水都不好 你生在了今天美国或者中国它就会很好 环境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现在所存的环境就是你的风水 这是很关键 当然了有小家的风水 还有你个人的办公室的风水 这是很多的 这就是环境 什么叫四基因得呀 一定要善待别人 任何恶念恶心 这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灾难 所以你的善心一念而起决定你的结果 最后一个实际上是四样都好 你的运也好 风水也好 你这个积累阴德了 但你不努力什么都没有 我相信天道愁勤 地道愁人 所以文贵呢 我还是给年轻人说句话 制定适合自己 这个非常客观的目标 然后做自己能做又喜欢做的事 同时呢 我觉得大家要知道这个信息时代 没有任何假的不会被人家戳穿的 一定要真实的面对自己的信仰和理想 还有自己的各种言行举止 对自过去的所有的事情要负起责任来 不能抱任何侥幸或者走捷径的心理 这是我今天发自内心的讲述我这些看法 因为刚才我的私信里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每个人都在谈他们的看法 有这样有意见那些失望的 我希望我的推友们 网友们也要记住 文贵希望你们给我个三年时间 三年的时间 你在对文贵做出评价 现在评价过早了 还有一个我要重申这个韦平先生这个在节目当中说的 不是三周我就搞全球发布会 是在三周内我不爆料 三周后我会逐渐公布全球发布会的一些细节 和具体的时间和标准 而且因为这个节目我们是做成一个世纪性的节目 我跟我的PR团队和所有的律师团队都在认真的 紧张的在做了各种准备 我希望在6月4号前后几天能来举行的全球发布会 如果不行的话也会往后推 但是这个全球发布会我们一定会要请各方面的 这几年中热点事件的人能对推动依法治国和以贪反贪 以警反贪、以警治国、以黑反贪的这些敏感的事件和事实案件 到场来进行演讲 而且我再次重申一遍 会有你意想不到比文贵厉害百倍的人会到场 会到场 而且这个会集音乐、歌声、舞蹈、眼泪、 最激动、事实、视频、证据、一体的一个嘉年化式的 一个对中国的过去的五年的政治和反贪和过去的敏感事件的 一个思考、一个回顾 同时也是一个最严肃的、最认真的和诉求 或者说对一些盗国贼们的一些讨伐 我全力以赴在准备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耐下心来 就像我父亲说的 他说儿子任何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不要过早的放弃 然后也任何事情不要过早的高兴 就早乐必早衰、早悲必早哀 然后我父亲告诉我说和我母亲说 起而伏之、伏而企之 现在我儿子把我这词和我女儿都每天都放在他的卧室里放着 就是人当你得意的时候 你上山就像骑马一样 你要在马背上 你反而要趴在马背上 你过于骄傲 你就会从马背上摔下来 当你走最下坡路的时候 你这个骑在马背上一样 走下坡路的时候你必须挺胸 你趴在马背上你会摔下来 你只有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挺起胸 你才能从马背上不摔下来 那就是起而伏之、伏而企之 我现在是真正的是伏而企之 我会以阳光的心态来面对着所有的事件和挑战 我希望大家能给文贵时间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上几次我忘了我说的我的Cirugan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所有的推友们对我的关注 对我的支持和对我的担心和关心 文贵在此衷心的感谢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